好 一塞要提醒你这个莫兰蒂台风 你看到它现在的路径 预计要明天早上 它给台湾的影响才会慢慢的趋缓 那么刚刚看到了在高雄处有货柜 货柜车被吹翻了 现在最新的画面是 停泊在码头边的货轮 都被吹断缆绳飘走了 我们来看这最新的情况 莫兰蒂台风的风势 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目前它的中心位置 其实离高雄非常的近 而根据气象局的观测 在刚刚是出现了13级最大的瞬间震风 画面当中看到的是 在高雄港遭早之前的景象 重达上万顿的货轮 在如此强劲的风势之下 是渐渐的开始被这个风势 给吹离了岸边 而且同样的状况 不止一艘货轮 根据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 目前在高雄港 至少有5到6艘的货轮 它被断缆 被吹跑 目前现场的勤务中心 是正在抢救当中 当然也可以看出 这个台风的威力 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包括刚守港 它是已经禁止船舶进出港 所有船只 他们其实都有心事 提前进港要来避台风 没想到这个风势太过强劲了 甚至把这个系在岸边的 这个缆绳给吹断 因此现在有这个货轮 被吹跑的情形 数字还要在统计当中 不止这个重达上万顿的货轮 被吹跑 而在港边的这些空货轮 也在强风的袭击之下被吹倒了 现在在现场都还要进过的抢救当中